第四集 第四集 日本自卫队组成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 于当地时间17号进行了抢滩登陆训练 报道称 演习以圣迭戈进海 圣克莱门特岛被敌方占领为假想背景 美军出动三架新型运输机鱼鹰 投放大约80名海军陆滥队员率先登陆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也通过直升机登岛 海上自卫队的LCAC气垫登陆船将车辆运至岛上 NHK报道说为强化日本的离岛防卫工作 执政党自民党此前曾经建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购买鱼鹰运输机 水陆两用战车等装备 组建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 这边的夺岛演习尚未落幕 另外一场日美联合军演 由于当地时间18号 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新田园基地 紧锣密鼓地拉开帷幕 据悉日美战机飞行演习为期四天 背景假想发生空战 演习在四国地区近海上空举行 此次日美战机飞行演习规模空前 美军出动8架FA-18战机 以及1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 日版航空自卫队则派出了 4架F-4战斗机 4架F-2战斗机 以及4架F-15战斗机参加演习 由于驻日美军频繁闹出 醉酒滋事 强奸女性等丑闻 新田园基地附近的居民 十分担心前来参加演习的美国士兵 会趁夜间外出闹事 美方对此表示无需担忧 前往英国北爱尔兰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举行会谈 并就两国加强安保合作达成一致 日媒称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与英国的合作 进一步提高防卫装备的性能降低开发成本 也有分析指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显然已经名存失望 据日本NHK报道说 当地时间17号中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英国首相卡梅伦 举行会谈 双方就合作研发防卫装备正式达成一致 并就签署两国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公式 共同设成日本和英国一旦签署情报保护协定 两国将互相交换军事机密等信息 英国也将会成为继美国法国北约和澳大利亚之后 第五个与日本签订情报保护协定的国家和组织 而按照日英防卫装备共同开发的有关协议 两国还将正式展开化学防护服的联合开发工作 共同社报道说 鉴于日本已经在实际上放宽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 这将使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研发防卫装备 武器出口三原则和专手防卫五合三原则 以及参加联合国维核武原则一样 是日本基于和平宪法提出的 被限制自身军力发展和使用的和平原则之一 武器出口三原则由佐藤内阁在1967年首次提出 主要内容是指日本不向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国决议禁止的国家 以及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 1976年 当时的三木内阁又对三原则进行了增补 实际上全面禁止了日本的武器出口 而唯一例外的是 日本政府在1983年决定允许向美国出口 由日美共同研发的标准三型海基导弹 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政府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精神 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 武器出口三原则被不断的突破底线 2004年小泉内阁宣布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发生产导弹防御系统 作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特例予以放行 进一步打开了日本武器出口的门缝 2007年日本将三艘日本产的巡逻舰交付给印尼 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向外界提供武器 舆论认为日本向印尼提供海上舰铁 有借政府开发援助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意图 同时兼有对马六甲海峡等战略通道施加影响的现实考虑 2011年野田内阁宣布 日本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发生产武器 还可以处于人道目的向他国提供武器 并且计划在一定条件下与他国共同研发防卫装备 至此武器出口三原则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尽管近期日本股市持续动荡 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仍然在八国集团峰会上 大肆鼓吹他的安倍经济学 不但引发了部分与会首脑的质疑 更是招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批评 而更让安倍失落的是 他一直期待在峰会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 也因为历程协调不下来而被迫取消 据日本NHK报道 安倍在八国集团峰会召开的第一天就卖力周受 他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安倍经济学 宣称日本经济的复苏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地做出贡献 但是部分与会首脑却对安倍经济学表示担忧 认为日本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 可能会导致各国在外汇市场上争相贬值 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在17号与安倍举行会谈时 直言不讳的对此提出批评 据日本产情新闻18号报道 默克尔说日本推行日元贬值政策 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条件的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默克尔首次批评日本的汇率政策 就在今年1月 默克尔还批评安倍内阁的日元贬值政策是在操纵汇率 此外默克尔还在会谈中提出希望日本尽快改善财政状况 据报道参加峰会的八个国家中 日本是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日方一直期望实现在G8峰会期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 将其视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日美同盟亲密无间的机会 不过日方虽然努力协调日程争取能够在17号举行 但似乎奥巴马方面无法安排时间 有分析说比起日本 美方当前不得不更重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 并以此来安排首脑会谈日程 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官今天抵达北京 根据中国外交部昨天发布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燕穗将会于19号 也就是明天与金贵官在北京举行中朝外交部门战略对话 双边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将会是双方会谈的重点 此次金贵官的随行人员还有朝鲜外务省负责 美国事务的美国局副局长崔善基 此前有媒体透露金贵官访华结束以后 还将会访问俄罗斯 但是目前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 朝鲜提议与美国举行政府间高级会谈 让刚刚与朝鲜会谈告吹的韩国措手不及 当地时间18号晚上 韩国总统朴景贵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 显示韩美间仍然保持着紧密沟通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对于朝方提议举行朝美对话一序 朴景贵表示单纯的为了对话而展开对话 只会让朝鲜赢得更多时间 奥巴马18号与朴景贵通电话时表示 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发射火箭等行为 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固承重大威胁 美国已经就此请求与中国开展合作 缓解各方矛盾 KBS电视台对此解读为 美韩间的通话气氛和双方表态显示出 两国首脑已经达成供需 即如果朝鲜无法展示诚意 朝韩以及朝美间的对话大门将无法再次展开 近半年以来朝鲜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对抗姿态 并多次公开宣称美国就是朝鲜的最大敌人 但是近期朝方却率先提议与美国政府对话 媒体分析认为 基于以往对话过程中的不愉快经历 朝鲜在短期之内将难以赢得美韩两国的信任 每年六月中下旬至七月是朝鲜国内重要的反美宣传月 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往革命遗址视察的带领之下 朝鲜人民军军队近日也展开了革命遗址行军踏访活动 报道称 踏访行军队员们纷纷表示 若美帝国主义再次挑起战争 会将侵略者们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 为了积极响应金正恩的号召 平壤市革命烈士子女宣传队 近日为马锡岭滑雪场的军人建设者们送去了慰问物资 而朝鲜各文化团体则走向田间 为军人送上文艺表演 18号2013年八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 目前的峰会仅有欧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启动问题达成一句 其他重点议题没有实质进展 根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与其他七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歧严重 评论认为八国峰会自身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其解决危机的能力受到质疑 峰会期间 普京独抗西方 七国合力围攻俄罗斯等标题 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头条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同英国首相卡梅伦 进行双边会晤以后 率先就叙利亚问题做出强硬表态 直言西方不能向吃人肉的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 西方各国领导人也做出回应 法国总统奥朗德称 法国不能容忍俄罗斯继续向阿萨德政府输送武器 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却得不到援助 加拿大总理哈珀表态更激烈 批评俄罗斯助纣为虐 而普京与奥巴马的会谈尤为艰难 由于存在巨大分歧 两国首脑围绕叙利亚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美国希望俄罗斯改变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战略 并反复强调阿萨德必须下台 而俄罗斯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并反对在叙利亚上空设立禁飞区 路透社报道 即便达不成共识 峰会最终可能会以其他七国的名义发布声明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 过去G8峰会被视为全球顶尖大国的最重要聚会 而现在分嫌是开始质疑 G8这个俱乐部到底还有什么用 俄罗斯RT电台评论说 八国集团峰会过去一直因为空谈而饱受批评 本次峰会还真是实至名归 那么普京所说的叙利亚反对派吃人肉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记得找到了这段视频 不过呢 由于这段视频内容太过血腥 视频在网络上公布以后引发热议 这段视频是从上个月开始在网上流传 一名反对派士兵残忍的从一名死去的政府军士兵身上割下心脏 对着镜头向巴赛尔和政府军发出警告 声称要吃掉他们的心脏 而最后竟然真的在割下的心脏上咬了一口 由于内容过于惊悚 视频公布以后一度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都怀疑他的真实性 但是美国时代周刊在联系上了视频当中的主角之后 认为视频是真实的 视频中的主角是叙利亚反对派指挥官哈利德·哈马德 视频拍摄者是一名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人员 叙利亚反对派指挥官哈马德在接受采访时 不仅承认了视频的真实性 并且表示对这个行为毫不后悔 哈马德在视频当中声称 任何目睹政府军暴行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他吞噬政府军士兵的心脏 是为了给受到政府军折磨和杀害的人复仇 17号被称为俄罗斯UFO的苏35战斗机 在第五十届巴黎航展上正式亮相 这是苏35首次在俄境外以真机的形式参展 据俄罗斯RT台报道 45家俄罗斯航空军事工业企业和研究机构 云集航展 苏35战斗机还首次亮相飞行表演 既经四座 苏35战斗机被称之为苏27的终结者 是最接近第五代战斗机的一款超机动性多用途战斗机 具备极高的机动性能够发射制导导弹 非制导炸弹和其他武器系统 可同时打击多个空中目标 俄媒称苏35无法被列入第五代战斗机的唯一原因 就是没有隐身性能 尽管如此 它仍能够在超过9万米高空侦查到美国F35隐形飞机 在飞机订单方面 全球航空市场历来是欧洲空客与美国波音两强争霸 这次巴黎航展也不例外 航展刚开幕 这两家公司就掀起了订单大战 波音和空客的订单大战 最重要争夺的是中远程宽体客机的市场 双方的主打机型分别是波音787和空客350 就在巴黎航展开幕前三天 空客350 XWB宽体客机 也就是A350的加强版 在法国图卢兹成功的完成首飞 而波音公司更是于18号在航展上宣布 正式启动787-10项目 为787梦想飞机系列增加第三款机型 僧侣本应该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但是近日社交网站上却曝光了一段 泰国僧人的炫富视频 视频中 几位泰国僧人不仅背名牌包 佩戴奢侈品 甚至还拥有私人飞机 这段视频是由一名僧人拍摄的 视频中 只见两名僧人乘坐着私人飞机 佩戴时尚墨镜 接待名牌旅行包 手里还拿着一副时髦的无线耳机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这段视频一清曝光 立即招来泰国上下一片批评声 泰国自色举省一家寺庙随后承认 视频中的请民僧侣来自这家寺庙 但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泰国国家佛教办公室17号说 视频中僧人的行为是不当的 违背了佛教简朴和自我约束的教义 他们将会对此展开调查 有些僧侣辩解说奢侈品是学生和弟子们送的 但泰国国家佛教办公室称 确实存在部分僧人 把宗教活动商业化的错误行为 并表示这些僧人将会受到惩戒 佛教是泰国的传统宗教 在泰国全国有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佛教僧侣备受敬重 但近来泰国却连续爆出僧侣涉嫌强奸 诈骗 吸毒 贿赂等丑闻 据美联社报道 仅在去年就有300名僧人受到警告 部分僧人还因此被清出佛门 许多泰国人表示 佛门不再清静 与近年来物质主义盛行有关 不少人认为 向寺庙捐的香火越多 积的德就越大 寺庙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金钱 在物质的诱惑之下 许多僧人不再安于清贫的生活 出现了种种不当行为 由于受暴雨洪灾影响 印度恒河水位不断的上涨 一座位于恒河中央的 印度虚婆大神雕像 也未能躲过此劫 报道说呢 今年印度德里地区的降水 或将会打破百年纪录 随着印度ZTV电视台记者的镜头 可以看到 从这扇门向恒河中央的方向 在距离大约6米的位置 一座虚婆大神的雕像 就坐落在这里 这座高达约5米的雕像 其下方还有一块2米左右的防水台 平时可以看到恒河水 在雕像的附近绵延 但是在今天拥有的恒河河水面前 却再也看不到这座雕像的身影 据目击者说 在今天上午11点15到11点30分 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看向河中央 这座雕像还未被河水淹没 但是在那之后 汹涌的河水就把雕像完全淹没了 据当地人称 2010年 虚婆大神的雕像 就曾经被大水淹没 遭到损坏 在此之后 当地部门曾经对雕像进行过整修 而今年 这座雕像又没有逃过 恒河洪水的侵袭 连日大雨也给印度百姓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 众多前往印度教圣地朝圣的旅客 也被大雨困在途中 无法前行 据印度媒体报道 受暴雨洪灾影响 印度北部地区数百个村庄受灾 洪水和泥石流 已经造成超过60人死亡 最近日本刮死了一股新的风潮 不少新娘认为拍婚纱照已经过时了 而定制自己的3D打印人偶成为新的时尚 以此来记录婚礼当天自己的花容月貌 画面中的仿真新娘人偶 不仅五官和面部表情逼真 连发型和服装都与新娘本人一模一样 根据英国美日油炮报道 推出这项3D打印新娘人偶业务的是东京的一个克隆工厂 公司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人偶 与婚礼当天新娘的形象完全一样 根据介绍呢 这种3D打印人偶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首先要用单反相机为新娘头部多角度拍照 然后把照片输入电脑 使用专业软件合成3D模型 最后打印成品 定制一个3D新娘人偶需要花费13.8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8900元 虽然价格不菲 但是呢 这种新奇人偶在日本仍然备受追捧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很多人感受到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 但是呢 也有人因此变成了手机控 还患上了信息焦虑症 根据韩国政府研究机构一项调查显示 中学生智能手机中毒情况比较严重 近日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 对全国3000名初中高中生 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因过度使用智能手机 导致成绩下滑的学生占32% 相当于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 此外无法容忍没有智能手机的学生 占44% 该研究机构指出 35%的学生可能会趋向于智能手机中毒状态 7%的学生甚至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 从整体来看 韩国初高中生显示出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倾向 对此韩国政府将于下月向全国各所学校派遣专家 对学生恰当的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指导 而且还将会投入资金和专家组织学生 开展课外活动 对智能手机交换意见 韩国政府希望出台对策 防止初高中生 深陷智能手机中毒状态 新加坡最近两天一直被罕见的雾霾笼罩着 新加坡环境局表示 这种天气是由于邻国印尼苏门达拉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 烧巴所造成的 目前虽然新加坡的商业物流和航空业并未受到影响 但是新加坡已经向印尼环保部门发出警告 要求其采取紧急措施 减少跨境烟雾的流动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亚洲 各位观众 再见